环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的庆祝活动 美西南地区的成委会 圣马利诺华人协会等团体 共同将会在3月10号来举办 梅花满天下的植树活动 和主流人士共同来庆祝百岁的生日 主办单位呢 更同时提供了100株的梅花树苗 要给各界来任养 让中华民国的国花和侨报们 一块在海外生根茁壮 在梅花满天下的活动记者会上 邀请住洛杉矶办事处处长 宫中臣出席 对于桥界将种植梅花与建国百年活动 做结合 他深表肯定 同时圣马利诺华人协会会长 简六郎也说明活动意义 原来我们每年都有植树节的庆祝 那这个TICO就是经文处呢 都来赞助一幅五株两株的树 今年呢是要主动十株 那十株的梅花以外 还希望就是说给大家领养回去 总共一百株 活动当天主办单位除了种植十棵 高达十尺的梅花树 也会让桥界一起见证梅花满天下的历史时刻 到会儿一起响应节能减态 除了参与社区服务 促进族裔和谐 在记者会上 重要干部们也期许 这次活动能与主流社会机会 发挥华人建议精神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